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此黑面巨汉,长着一张恶鬼脸 身高超过三米,西装如牛 浑身长满了浓密的黑色毛发 粗壮的脖子上挂着一串骷髅项链 白骨森森,隐隐能听到婴儿啼哭之声 一双同龄似的眼睛 闪烁着责人而视的凶光 此恶鬼自称宋阎王 当然并不是真正的阎王 而是一名佣兵数万的恶鬼头子 秦振山跟他乃是死对头 这两年,他们彼此之间交战了数十次 互有胜负,谁也奈何不得对方 不久前秦振山派诸葛军师带着一份厚礼 去了宋阎王的地盘 请他上门一续 明明互为仇将 宋阎王却孤身而来 无他 秦振山给的太多了 哈哈 有鬼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秦振山身为东道主 主动冲着宋阎王一抱拳 笑呵呵的说道 宋阎王大驾光临 荣幸之至啊 今日把你请过来 是想与你化干戈为玉帛 之前的恩怨 不如就一笔勾销了吧 哈 宋阎王只是冷笑一声 少说这些虚头巴脑袋 本王问你 你要如何与本王化解 这些年的恩怨 就凭你这张嘴吗 秦振山笑眯眯的说道 很简单啊 你给我当小弟 我给你当大哥 咱们成了一家鬼 自然就没有什么恩怨了 放屁 不等秦振山说完 宋阎王勃然色变 气得差点再死一变 他指着秦振山痛骂道 好你个秦小鬼 你竟敢让本王给你一介小卫当小弟 你这是痴心妄想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甭以为给本王送了一份小礼 本王就认你欺辱了啊 你若是惹得本王不痛快 本王立刻回去召集大军 踏平你这破例子 一边口吐狠话 宋阎王一边暗中打亮着眼前这座气势辉煌的明城 眼中难掩震惊和羡慕之色 他这个死对头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的豪舍了 竟然见起如此一座明城 这可不是一般的有钱鬼可以玩得起的东西啊 宋阎王看得都忘记骂人了 瞪大一双眼睛 死死盯着秦振山 语气充满了疑惑 这座明城是你见的 作为死对头 没有鬼比他更了解对方的底细了 大家都是穷鬼 之前为了那么一点点物资 经常抢的是头破血流 以至于成了死敌 可怎么转眼间 他这位仇敌变得如此有钱了 甚至有钱到了败家的地步 没错 在宋阎王眼中 修建一座耗资千万以上的明城 那绝对是败家的行为 用这笔建成的钱去招兵买马 岂不是更香吗 秦振山一点头淡淡的说道 是啊 最近发了点小财 建个城玩玩 不经意见被凡尔赛了一脸的宋阎王 忍不住吸了口凉气 建个城玩玩 瞧瞧 这他妈是鬼说的话吗 宋阎王看向秦振山的眼神 有了一点变化 身上嚣张傲慢的气焰 也忍不住收敛了起来 没办法 人穷至短 鬼穷起来 说话都不敢太大声 宋阎王虽然长得像个莽夫一样 但其实狡诈聪明得很 要不然他也不会混成一方头领 有钱能使鬼推磨 秦振山拿出建城的这笔钱 足够请了一大批鬼族高手 把他给错骨扬灰 一遍又一遍 在阴间地府里 得罪了凶鬼恶鬼 不可怕 得罪了有钱鬼 那才是真的麻烦大了 秦振山察觉到对方的变化 心中暗笑一声 这才刚开始而已 宋阎王 请看 他一挥手 光芒一闪 一座由无数名币堆砌而成的前山 凭空出现 砸在了宋阎王的右手边 啊 名币 好多好多名币 自己做鬼以来 从未见过如此多的名币啊 宋阎王转过头 呆呆地盯着 自己右手边由无数名币堆成的前山 整个鬼都看傻了 宋阎王 嗯 宋老哥 宋老鬼 秦振山连续喊了几声 宋阎王这才从极度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艰难地转过头 努力不去看自己身边的前山 他目光复杂地看着秦振山 语气干涩地问道 秦 秦 秦城主 你拿出这些名币 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意思意思 请恕宋宋某愚钝 还请秦城主明事 既然如此 那我就摊牌了 秦振山指着那堆小山头一样的名币 一字一句地说 我 要用这些名币 买下你 以及你的那些手下 虽然是有所预料 但亲耳听到之后 宋阎王依然是大受震撼 一边是钱 一边是自己的命 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的仇敌 会拿出如此一大笔钱来收买他 这一瞬间 宋阎王突然想了很多 想起自己出入阴间地府的落魄 想起自己遇见贵鬼之后的一鸣惊鬼 想起自己被阎王册封为七品阴观时的无限风光 又想起自己落草为寇 宋阎王低下头 身躯剧烈地震惨起来 半赏之后 他猛地抬起头颅 直视着秦振山 斩金截铁地道 鬼可杀 不可辱 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就能收买我 哎 看到对方一脸坚定的模样 秦振山叹了口气 然后又是一挥手 啪 又是一小座 冥币山 这次砸在了宋阎王的左手边 这 被冥币山左右包围的宋阎王狠狠地结巴了一下之后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秦振山笑着道 你拒绝了 我觉得是因为我不够意思 所以我再意思意思 可恶啊 真是他妈太可恶了 这个姓秦子 简直是鬼中恶魔 竟然用钱来折磨我 宋阎王看看左边 又看看右边 这原本坚如磐石的心境出现了一丝摇动 毕竟对方加倍了呀 还不够意思吗 秦振山看着面露挣扎之色的宋阎王 懒得多等下去 再一挥手 第三座冥币山 砸在了宋阎王的身后 为什么会这样啊 宋阎王目光呆滞 难难自语 他不敢回头去看 他怕回头之后 自己的心神会瞬间失手 然而 秦振山根本不给他反抗的机会 再次抬起了自己的手 别 看到秦振山的动作 宋阎王都要哭了 求求你 别再砸钱了 这么说 你是答应了 秦振山看着委屈的像一个八百斤的孩子一样的宋阎王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不就是钱吗 他有的是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那就必须用钱来解决呀 才三座冥币山而已 他用手头上的那些天庭币 足足兑换了十七座冥币山 修建名城什么的花了七座冥币山 剩下的十座冥币山都是为眼前这位宋阎王准备的 结果这位假阎王也太不禁杂了 不 在秦振山的注视下 宋阎王满脸是挣扎之色 有些语无伦次的道 你别逼我 我再想想 不不 这不是钱的事啊 秦振山再一挥手 第四座冥币山 狠狠地砸在了宋阎王的正前方 这下宋阎王前后左右都被冥币给包围了 又是啪的一声 这回不是冥币砸在地上 而是宋阎王的膝盖砸在了地板上 末将送命 拜见主公 哎呀真香 秦振转动着烧烤架上的几串大腰子 在炭火的炙烤下 腰子表面滋滋作响 油脂不断地滴落 浓郁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庭院 闻着香气 它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新鲜的野猪大腰子 骚气十足 但烤熟了之后 那叫一个香啊 为了要吃上一口最爱的烤腰子 他也是拼了 一个小时前 他找了一些砖头 在院子里搭建起一个简易的烧烤炉 又烧了些木炭 用于烧烤 大黄抓的这头野猪 他只取了腰子 再加上一只野猪腿 剩下的都留给了大黄 哎呀 这说起来 他还是沾了大黄的光 才能吃到如此新鲜的野猪肉 啊 在一旁啃着野猪的大黄 闻到不断飘来的烤肉香 顿时觉得嘴里的生猪肉不香了 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他用锋利无比的牙齿 把一只野猪腿给撕扯下来 然后叼着野猪腿 屁颠屁颠地跑到秦朔脚边 大黄抬头看着秦朔 摇着椅子 脸上露出一种讨好之色 秦朔低头一看 瞄懂了 别急别急 秦朔收回目光 继续妈溜地烤着腰子 嘴上说道 狗子 你也想吃烤肉 那没问题 不过你得先等我 把腰子烤完了再说呀 见伙后差不多了 秦朔将这几串烤熟的腰子 装进了一个盘子里 再撒上精盐和一点小葱花 哎呀 简直完美呀 他抓起一串香气扑鼻的烤腰子 正准备享用美味 腰间突然震动起来 不是手机 而是爷爷用来联系 他的那个阴阳通 秦朔不敢耽误 急忙放下手中烤腰子 从怀里掏出阴阳通一看 果然是爷爷从阴间那边 打电话过来了 手指一划 接通 哎 爷爷 啥吩咐 没什么事 就是打电话过来跟你聊聊 嗯 那个啥 不是爷爷说你啊 你老大不小了 该找女朋友了 不急 我这还是个孩子呢 还不急 我是没法子过去 不然我早就给你安排了 唉 不用你老出手 我呀 马上自己安排自己 那你可抓紧时间啊 早点把媳妇娶了 把娃儿给生了 然后 你早点过来 继承爷爷给你打下的家业 唉不 爷爷 我这还想再活个一百年呢 唉呦 一百年 行 爷爷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还真能活到那时候 你别让爷爷等太久啊 我 我 我尽力 不说这个了 我这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爷爷用你烧过来的那些钱 建造了一座名城 啊 恭喜爷爷 成功在阴间买房 哈哈 好你个瓜娃子 你调侃到你爷爷头上来了啊 秦镇山大笑一声 接着说道 乖孙 爷爷这边有个忙要你帮 秦硕神清一阵 唉 您说 这座名城刚刚建造完成 还没有取名字 既然是用你的钱建的 那不如就由你来取名吧 啊 让我取名 那没问题 那您得给我五分钟 秦硕抓起一串烤药子 一边偷偷地吃着 一边琢磨起来 爷爷让他做的事 他自然是不能拒绝 只是这名字可不好取啊 连着吃了三串大腰子 秦硕灵机一动 爷爷 这城是您带头建的 不妨就以您的姓氏秦为开头 既然是第一座城 那就叫它秦始城 怎么样 哦 秦始城 温言秦振山虎曲一阵 脸上露出一丝惊喜之色 好名字啊 不愧是他秦振山的孙子 取的名字 那叫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 好啊 听你的 就叫秦始城 秦振山挺满意 爷爷会继续建造它 把这座城修得越来越漂亮 将来啊 我再给你建一座宫殿 到时候你直接过来住就行了 哎 爷爷您打住打住 眼见着爷爷越扯越离谱 秦硕赶紧转移话题 爷爷我这遇到点麻烦 啊 什么 秦振山一听 立刻煞气腾腾 谁欺负你了 爷爷做鬼也不放过他 秦硕哭笑不得呀 没人欺负我呀 我是吃比安花种子的时候 出了一点小意外 随后他把自己变绿 以及发现了催生手 这项特殊能力的经历 从头到尾跟爷爷说了一遍 这些秘密他不会告诉别人 不过对自己爷爷 那就没有保密的必要了 他可还急着向他老人家求救呢 毕竟身上突然多出一种奇怪的能力 即便是对他身体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但终究还是让他有些担心 秦硕饱含期待地问道 爷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呃 这个嘛 面对自家孙儿 诚心诚意地请教 秦振山支吾了一下 然后苦笑道 这个 其实爷爷也不知道啊 毕竟你吃的比安花种子 鬼都不吃 爷爷也没吃过 所以爷爷也搞不清楚 你身上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 秦硕眼中露出一丝失望之色 笑道 啊 爷爷 没事 大不了我再研究研究吧 这时爷爷突然说了一句 你等着 爷爷一会儿再打给你 说吧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望着已经断掉的阴阳通 秦硕抓着头 爷爷干啥去了 不管了 咱还是继续烧烤吧 阴间 秦始成 军师 当初你可是在本帅面前信誓旦旦的保证了 这比安花种子凡人可以使用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你说吃了之后有强身健体 免病消灾的功效 好处多多 可本帅的孙儿吃了之后 为什么会变绿啊 秦振山找到军师诸葛三炮 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骂 这不应该呀 这比安花种子 除了鬼不能吃 其他无论是人还是妖 都可以正常食用 这少主吃了 为什么会变绿呢 在主公虎视眈眈的注视下 诸葛三炮战战兢兢 压力山大呀 这少主可是主公留在人间的 唯一血脉 要是少主出了什么问题 他这个当初劝说主公给少主烧比安花种子过去的罪魁祸首 绝对那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此刻主公找上门来 他必须得给主公一个交代呀 诸葛三炮皱着眉头 明思苦想 半晌后他猛的一拍大腿 激动道 主公 属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秦振山急忙道 快说快说 哎呀 恭喜主公啊 诸葛三炮冲着秦振山一抱拳 喜气洋洋的说道 少主吃了种子之后之所以会变绿啊 绝对是因为少主异于常人 少主他有大地之姿啊 啥 秦振山听得一脸懵逼 不可思议的道 五孙秦朔有大地之姿 军师 你不会又忽悠我吧 短暂的震惊之后 秦振山猛的清醒过来 他目光警惕的盯着诸葛三炮 自己手下的这位诸葛军师 黑历史可不要太多了 他不得不防啊 再者 这诸葛军师对他说的内容 实在是太过耸人听闻了 大地之姿 放眼整个阴间 亿万鬼族 无数的岁月 才出了几个大地啊 他孙子配嘛 这么说虽然是有点残酷 但事实就是事实啊 秦振山可不会因为秦硕是自己孙子 就智商下线了 他极度怀疑军师是为了撇清责任 蒙混过关 于是编造了这么一个大惊喜 来忽悠他 主公啊 陈冤王啊 面对秦振山的质疑 诸葛三炮顿时满脸委屈地说道 属下虽然喜欢吹牛 偶尔会说一些不靠谱的话 秦振山富匪 偶尔 那明明是经常好嘛 诸葛三炮又发誓道 此事关系到少主的安危 属下就算吃了雄心豹子的 也不敢在主公面前胡言乱语半个字啊 要是属下说谎 就让臣天大无雷哄 不得好死 秦振山挟了他一眼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诸葛三炮噎了一下 赶紧补充道 那就让臣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轮回 秦振山目光如刀 紧紧地盯着诸葛三炮 恐怖的气息席卷而出 军师 你要记住 秦硕是本帅唯一的亲人 要是有人伤害到他 无论是谁 本帅都不会留半分情面 是是 臣明白 诸葛三炮点头如捣蒜 这么多年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主公 露出如此肃杀的一面 少主果然是主公的逆临啊 好了 将军师告诫一番之后 秦振山收敛深生的气势 语气随意地说道 既然你说少主有大地之资 那你就给我讲讲 你是如何看出来的啊 请容臣饼 诸葛三炮一拱手 据臣所知啊 这彼岸花种子蕴含着 无比纯正的生命之力 除了鬼不能吃 其他生灵皆可吃 按照主公方才所说 少主第一次使用彼岸花种子时 体内散发出红光 随后肉身脱胎换骨 如同再造 这红光代表的便是生命之力 哦 原来如此啊 秦振山点点头 可我那孙儿为何第二次 使用彼岸花种子之后 没有继续发出红光 而是绿光呢 就刚开始 臣也是万分不解呀 后来臣突然想到一件异文 这彼岸花种子 虽然对于咱们鬼族来说 属于剧毒之物 但在阴间之外 那可是看比灵丹妙药的存在 所以每年都有不少的彼岸花种子 被走私到外界 臣当年为了混口饭吃 也曾当过一段的走私贩子 一来二去呀 只到了不少的隐秘消息 这时候秦振山一皱眉 你说重点 诸葛三炮不敢再啰嗦 赶紧直奔主题 是是主公 曾有一凡人 被上界仙人看中 赐予了一粒彼岸花种子 那凡人吃了种子之后 一夜觉醒 脱离了凡俗 拥有了无上的仙根 踏上求仙之路后 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不到千年便位列仙班 正道地位 听完诸葛军师的话 秦振山微微吸了口气 追问道 这天庭地君倒是不少 你说的那个正道地位之人 是哪一位啊 这个臣也不知啊 诸葛三炮摇摇头 事关地君乃是天机 天机不可泄露也 秦振山面露不渝之色 那你怎知 你听到的一文究竟是 真还是假呀 啊 这是因为太巧了呀 那位地君 吃了笔岸花种子后 浑身冒出绿光 经久不细 随后他觉醒了无上天赋 有了仙根 而少主吃了笔岸花种子后 也冒出了绿光 更巧的是 少主觉醒了一项特殊天赋 主公你说 这世上岂会有如此巧合之事啊 这绿光 必然代表的便是大地之姿啊 听罢 秦振山默默看了一眼诸葛三炮 面露沉思之色 对于君师的话 他依旧表示怀疑 毕竟这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闻 听听也就罢了 当不得真 可问题是 他除了相信这个传闻之外 还能怎么办呢 至少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哎呀 罢了 半晌后 秦振山走过去 伸手轻轻拍了一下 诸葛三炮的肩头 这件事到此为止 局势可不要传出去 说吧 就飘然离去 直到秦振山彻底走远之后 诸葛三炮这才敢直腰挺身 长吐一口气 哎呀 总算是混过去了 诸葛三炮 抹着脸上并不存在的汗水 苦笑连连 只希望 当初给自己讲这个故事的 那个混蛋 说的都是真的吧 不然这后果可就要严重咯 什么 我身上冒绿光不是坏事 而是一件大好事 什么 我获得的催生手 不是超能力 而是一种修仙天赋 什么 我有大地之姿 正喝着快乐水 吃着烧烤的秦朔 再次接到爷爷的电话 然后他当场就蒙住了 爷爷对他说这话 也太离谱了 离了个大谱 他第一反应是 爷爷为了安慰他 所以不惜胡说八道 还大地之姿呢 他又不姓王 哪来什么大地之姿 爷爷 您的好意 我心灵了 您放心 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没那么脆弱 就算是真的出什么意外 大不了我下去陪您 一言为定啊 爷爷随时欢迎你 这天没法聊了 挂了挂了挂 结束通话 秦朔也吃完了烧烤 就洗洗睡了 躺在床上 他突然失眠了 辗转反侧 脑海中一直回荡着爷爷 对他说的那些话 睡不着的他 跳下床 走到镜子面前 看着镜子中 帅的一批的自己 以及身上隐隐 散发出的绿光 这开什么玩笑 自己一绿就能修仙 就有大地之姿了 如果这是真的 那就让这道绿 来得更猛烈些吧 清晨的一道电话 将昨夜因失眠而晚睡的 秦朔给吵醒了 原来是他网购的 武功秘笈到了 快递不管送货上门 而是让他去县城里边 快递点取货 虽然是有点不爽 但秦朔也没多说什么 在电话里 答应今天就去取快递 谁让他住的太平镇 实在太偏僻了呢 又没什么人住 一年到头也没有几单快递 人家快递员 不愿意送货上门 也很正常 起床之后 先是老规矩 给屋子外的老柳树 来上一杯孟婆汤 用来装孟婆汤的那个瓶子 看上去不大 一手可握 里面的孟婆汤 可是源源不断 仿佛永远都倒不完 这些天以来 他明明已经倒出了 许多杯的孟婆汤 瓶子的重量 丝毫不见减轻 这十分的不科学呀 当然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毕竟嘛 来自阴间的东西 要是讲科学 那才不对了 反正秦朔呀 已经习以为常了 洗刷刷 秦朔将脸上的淡淡胡须 刮干净 照了照镜子 睡了一觉之后 他身上的绿再次消退 从外表看 他整个人 已经差不多是 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唯一比较明显的 就只剩他的头发 这个是没办法了 除非他染发 或者是剃成光头啊 不然这一头墨绿色的毛 应该还会陪伴他一段时间 直到新的毛发长出来 他才能恢复一头黑 大黄啊 我出门一趟啊 你留下手家 我回来之前 你可别乱跑出去打野了啊 煮了一碗青菜鸡蛋面 吃过早饭之后 秦朔骑上祖传的自行车 动身前往县城取快递 大黄被他留下来看门 一辆老旧的自行车 愣是被他骑出了风驰电掣的感觉 轻松飙到时速40公里以上 他这身体素质 经过第一颗彼岸花种子的改造之后 已经是脱胎换骨了 不论是耐力还是爆发力都远超常人 要不是他身下这辆自行车太过老旧了 换上一辆高速自行车 他敢骑出来跑车的速度 自嘎自嘎 也不知道是这自行车太旧了 还是秦朔骑得太用力了 刚骑出一半的路程 这辆祖传的自行车 突然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哀鸣声 然后原地解体了 前轮直接飞了出去 链条甚至断成了一段一段的 这望着散落一地的零件 秦朔叹了口气 取个快递咋这么难呢 把这辆祖传自行车的尸体清理干净 并且默哀一番之后 秦朔迈着自己双腿继续赶路 还好 距离县城只剩下十公里不到了 秦朔连走带跑 没用多久 也顺利地赶到了县城 取了快递之后 他找到一家卖自行车的店 花了一千八百块 买了一辆质量还算不错的自行车 有便宜货他没敢买 就怕骑着骑着 又被自己给骑散架了 至于更高端的货 他想买也买不到 毕竟只是一座人口几十万的小县城 骑上了崭新的自行车 秦朔在县城里溜达了一圈 买了点生活用品 就打道回府了 本来他打算顺路去一趟陷警局 打听一下那笔八十万悬赏金的事 后来想想 是自己的就跑不掉 不是自己的再操心也没用 于是他买完东西后 便直接骑着自行车 远路返回了太平镇 从环山县通往太平镇的山路上 一辆越野车正在飞速的奔驰着 时不时一个急转弯 引在后排两个乘客 一阵抱怨 金林 你慢点开行不行 就是就是 这种破路你也飙车 你不怕开翻车呀 司机是一名染着一头金发的年轻男子 看上去二十五六的样子 他清秀的脸上挂着一次放荡不羁的笑容 他听到同伴的抱怨声笑嘻嘻地说道 放心 哥们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摸方案盘了 妥妥的老四季 二十多年下来 我这身车技可不是盖的啊 就比世界车王差那么一丢丢 再说了 我已经开很慢了 这点车速算个啥呀 要不是老大在车上 我早就释放洪黄之力了 让你们体验一下 一代车身的技术 说吧 他瞥了一眼副驾 坐在副驾上的是一个女人 他静静地坐在那儿 目光看向车外 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 从司机这个方向看去 只能看到一道令人无限遐想的美丽侧面 令人惊叹的脸庞弧显 白皙光洁的皮肤 仅仅只是侧面 便已经美不胜收 车上除了司机和副驾的女人之外 后排还有两名乘客 都是男人 一个长得像兽皮猴一样 另一个却长得跟头熊似的 刚才正是这俩人在抱怨司机开得太快 车上的这四个人 全部穿着同一种样式的黑色制服 有点类似丛林作战服 看上去非常的干净利落 利于行动 女人身上的制服胸口处 绣着一颗金星 另外三人则是空白 显然这四人来自同一组织 并且唯一的这名女人是这伙人的头 好好开你的车啊 似乎是察觉到司机看向自己的目光 女人头也不回地说道 声音中慵懒夹着一丝危言 充当司机的金铃赶紧收回视线 专心开车 别看自己这位老大是个女人 而且还是一个有着倾国之色的大美人 但如果有任何人敢因为老大是个女人 就轻视他 或者因为老大的爵士美貌 而对他产生了不该有的想法 那就只能说兄弟你路轴窄了呀 反正啊 他是不敢对老大有任何想法 只敢偶尔偷偷地欣赏下老大的爵士美颜 车里陷入了一片沉寂 坐在后面那两位 也不敢再抱怨司机开车太快了 半晌之后 正在认真开车的金铃突然惊呼一声 卧槽 顺着后视镜看去 只见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人 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紧紧追在这辆越野车后面 金铃看了一眼车速表 当前车速65 在这种崎岖难行的山路上 把车开到65以上已经够变态的了 结果 有人能够把自行车骑到65 更变态的是 车内一道声音响起 金铃 你是个假冒车神啊 以后你别吹了啊 他越野车都能让骑自行车的给吊打 瞧瞧 人家这位大哥 才是真正的车神啊 哎不是 你们别这样看我啊 你们听我解释 这不能怪我呀 完全是因为道路不行 没法开快 不然我堂堂的车神 岂亏输给一个骑自行车的呀 哎 急了急了 嘿嘿 输了就输了 你做人不要太压呀 嗯 什么意思 嘴硬啊 哎呀 别吵了 你们谁看清那位 二轮车神的长相了吗 这车神骑得也太快了 刷一下就飞过去了 哪有时间看清他长相啊 不过我倒是看到了 这车神呢 头上好像有点绿 在吵闹和玩笑声中 这辆没有车牌的越野车 沿着蜿蜒盘旋的山路 开进了深山 最后 他们抵达了太平镇 亲爱的听众你们好 在这里占用大家几秒钟时间 希望大家对新书多多支持 大家都抽出时间点一下订阅和分享 然后在专辑中给我来个评价 万分感谢 没错 就是这儿了 坐在后排那名寿子 手上拿着一个平板 上面显示着一幅精度极高的卫星地图 他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 分析道 这里是环山县太平镇 在镇子西边有一条无名峡谷 咱们沿着峡谷就能进黑雁山了 那还等啥呀 司机金林正准备发动车子 却被瘦子打断了 瘦子说道 你急什么 我话还没说完呢 咱们呢 想进黑雁山 怕是有点麻烦了 嗯 怎么说 坐在瘦子旁边的彪悍男子问道 据我所知 这个小镇七年前遭遇了一场特大的泥石流 尤其是镇子西边 你看 这被泥石流彻底冲毁了 导致地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哎呀 咱们最好找个本地人打听一下 徐阳阳 你手上不是有微星地图吗 金林撇嘴道 这镇子破破烂烂的样 跟个鬼认识的 估计本地人早搬走了 要打听啊 你去打听去啊 反正我是开车累了 我不想动他了啊 光靠卫星地图可不行啊 这个地方沟壑遍布 山谷重叠 地形太复杂了 为了保险起见 咱们进山之前 最好是找熟悉地形的本地人打听一下 说着名叫徐阳阳的这个瘦子 扭头看向坐在副架上的女人 说道 地长 你看 怎么办 你拿个主意 女人转过头来 露出一张让人移不开目光的美丽脸庞 好 我拿注意 他倾起朱唇道 先把车子开到镇子中央 然后咱们四个人分头行动 两两一组 炒到当地人打听一下此地的风土人情 以及进山的道路情况 要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立刻联系 行动吧 随着他一声令下 司机金林立刻发动车子 将这辆越野车开到了镇子正中央 车子停稳之后 四人依次下了车 身高一米七八的金林 走到拥有着一双大长腿 跟他几乎一样高的女人面前 殷勤地说道 老大 我跟你一组呗 负责跑腿打杂的事 全都交给我就行 不用了 面对手下的舔狗行为 大长腿的女人完全不为所动 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去跟徐阳阳一坐 搜寻东边去 白铁山 你跟我一坐 说吧 他迈着一双大长腿 向着镇子西边走去 身高超过一米九 长着一副猛男身材的白铁山 急忙屁颠屁颠跟了上去 走之前还不忘目光挑衅地看了一眼金林 仿佛在说 就凭你也配炮老大 切 金林冲着白铁山的背影竖起一根中指 然后扭头看向站在自己身旁低头摆弄平板电脑的徐阳阳 郁闷地说道 哎呀别摆弄这破玩意了 什么高科技啊 就是垃圾 对了啊 你说那个二轮车神 有没有可能就住在这个镇上啊 不是可能 而是一定 徐阳阳抬头看着金林道 这附近方云三十里范围内 只有这么一个镇子 剩下的都是荒山野岭 那个车神除非是个野人 不然就一定住在这个镇子里 哎 说的有道理啊 金林点点头 接着一挥手 那咱就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整着 看可能不能找着那个二轮车神 哎呀 我倒要瞧瞧 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敢抄我今夜的车 偌大的一个镇子 各种建筑物很是不少 不过绝大多数都已经废弃了 看上去阴气森森的 这什么鬼地方 哎呀 我真不敢相信 真能有人在这儿住吗 那简直是与世隔绝呀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活人 他们竟然是个聋哑人 说话都听不明白 还咋打听啊 今天真是倒大霉了 肯定出门没看黄里 画牢的金林 一路上碎碎念 跟在他后面的徐阳阳 选择戴上耳机 免得自己会忍不住出手揍这家伙一顿 虽然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突然间徐阳阳停下脚步 并且叫住了金林 哎 那边房子有人住 金林顺着徐阳阳手指方向看去 一头雾水的说道 哎 你咋看出来的 很简单啊 徐阳阳用一种充满了智商优越感的目光 看了一眼金林 解释道 因为只有那间房子外面没有长草 说明已经被人清理过了 哦 有道理啊 金林面露恍然大雾之色 我咋没想到呢 嘿嘿 因为咱们不一样啊 徐阳阳斜了一眼金林 说道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吧 希望这次能打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咱们不一样 我他妈怎么感觉你在骂人呢 徐阳阳 你给我站住 两人来到那栋房子面前 外面是一道高高的围墙 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正中央有一道大铁门 没有锁 看到徐阳阳准备上前敲门 金林直接抢先一步 推开大铁门 大大咧咧的走了进去 哎 瞧啥门啊 反正也没锁 直接进去就完了呗 你这个家伙 你也太没礼貌了吧 徐阳阳摇摇头 正准备跟着进去的时候 前一秒刚溜进去的金林 突然一脸狼狈的跑了出来 我操 那有恶权啊 只见金林朝着他飞奔而来 大呼小叫 哎呀妈呀 差点被摇到了 幸亏老子闪得快呀 徐阳阳一脸无语 金林这家伙真是疯了吧 以他的实力 怎么可能会怕一条狗啊 肯定是之前被那位二轮车神给刺激到了 脑子都有点不正常了 这时候一道人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到他们二人喝道 你们找谁啊 秦硕站在大门口打量着门外两名不速之客 十分钟前他刚从县城取完快递回来 喝了点水 又陪大黄玩了一会儿 正准备拆快递呢 院子外边突然传来狗叫声 还有人说话的声音 他听到动静立刻走了出来 一眼就看见站在门外的这两个人 一个头发染成金毛的帅哥 再加上一个瘦瘦弱弱的眼镜男 你家狗也太凶了 这差点给我摇了 看到主人出现 擅闯民宅的金林反倒是一脸的理直气壮 刚开口嗶嗶了一句 下一秒他眼睛瞪大 脸上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 卧槽 你不是车神吗 什么 他就是车神 听到金林的惊呼声 徐洋洋仔细看了一眼琴说 男性 很年轻 二十多岁的样子 身材挺拔 长得有点小帅 眼神也十分明亮 气质很阳光 下身是一件蓝色牛仔裤 上身是一件白色T恤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们之前看到的那位二轮车神 上半身也确实是穿着一件白色衣服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头发 是绿色的 在阳光的照射下 甚至折射出一丝丝闪亮的绿光 不灵不灵的 游记得二轮车神超过他们的越野车 一记绝尘而去 只留下一道放荡不羁的白色背影 以及头上的一抹绿 白加绿啊 实锤了 那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二轮车神 果然就住在这个小镇 还被他们俩给找到了 车神 什么车神 你们找错人了吧 听了对方称呼自己为车神 秦硕顿时一脸的莫名其妙 他平时只在网上开车呀 现实中可从来没开过车 又怎么可能是车神呢 哎呀我去 没错没错 你就是车神 金林上前一步 指着秦硕脑袋上的墨绿色头发 一脸严肃的说道 请问你这脑袋上的绿色是咋染出来的 哎呦我操 这也太好看了 简直是染发界的天花板了 秦硕直瞪眼珠子 徐阳阳在一边嘴角直抽抽 想当年哪 我也染过绿色 可惜我完全驾驭不住啊 被俺亲爹一顿爆锤呀 当天我就给染回去了 金林继续叨叨着 脸上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模样 眼见着自己这个同伴又嘴飘了 徐阳阳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赶紧站出来 冲着秦硕自我介绍道 不好意思啊 我们是北海地质勘测公司的员工 我们准备前往黑眼山进行矿产勘测 我叫徐阳阳 这位是我同事金林 刚才呀 在开车来太平镇的半路上 我们遇见了一位骑自行车的神人 技术令人叹为观止啊 如果没认错的话 您就是那位车神吧 哦 没错 是我 秦硕点点头 哭笑不得的说道 不过我可不是什么车神啊 你们也别叫我车神了 我实在当不起啊 他一脸谦虚的说道 我叫秦硕 我就是一个住在乡下的普通青年 这俩人也太扯了 自己随随便便骑个自行车 咋就成车神了呢 从县城回来的路上 他为了验证新买的自行车的性能 放开了手脚 能骑多快就骑了多快 然后他在半路上遇见了一辆越野车 当时他那车速吧 是有点快 一时没忍住 就把那越野车给抄了 谁想到啊 他不过抄过车而已 人家竟然找上门来了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秦硕问道 徐洋洋开口说道 哦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一行人 这次前往黑眼山进行勘探 正好路过此地 因为我们人生地不熟嘛 所以想要找个熟悉本地情况的当地人 打听一下 我们来找到你 也没有别的意思啊 只是想问个路 哎呦我去 如果车身兄弟 你乐意告诉我 这一头天下无双的绿 究竟是咋染成的 那就更好了 金林插了一句 秦硕直接无视这个金毛男 看向那位眼镜男 啊 在镇子西边有一条峡谷 可以进黑眼山 不过呀 七年前一场泥石流下来 整个峡谷都被堵塞了 如今已经成了一个眼色湖 你们要是想从那儿进黑眼山 只怕不可能了 啊 果然是有些麻烦了 徐洋洋皱起了眉头 不再说话 金林则是问道 哎呀 车神大兄的 你那儿还有别的道 能进黑眼山不 这个 的确是还有一条小路 可以进到黑眼山 秦硕看了一眼两人 说道 徐洋洋急忙问道 哎 真的吗 那条小路在哪儿啊 为什么地图上没有显示呢 秦硕说道 那是一条在山壁上 凿出来的古栈道 据说呀 是修建于千年之前呢 位置非常隐秘 就连本地人也知道的不多 地图上 当然不可能显示出来了 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们具体位置 不过 我可得提醒你们啊 那条悬崖上的古栈道 有很多地段已经坍塌了 在上面走相当的危险 一旦要是失足 坠落悬崖 性命可难保 你们得想清楚了啊 金林拍着胸脯 大大咧咧的说道 危险 干咱们这行的 玩的就是心跳 徐扬扬轻咳一声 打断了金林 然后冲着秦硕一攻手 一脸感谢的说道 那就有劳秦兄弟帮忙了 不客气不客气 秦硕摆摆手 我有个同学 也是干你们这行的 天天钻山山老林 风餐露宿啊 你们也怪不容易的哈 是啊是啊 谁都不容易啊 徐扬扬随之感叹一声 然后拿出平板 调出来一张详细的地形图 秦硕伸出手指 往地图上轻轻一点 就这就这 这地方林子比较密 你们仔细找找啊 应该就能找到入口了 打听到重要情报的徐扬扬 准备要回去了 他对秦硕说道 多谢秦兄弟了 给我们帮了大忙 那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告辞 他那同伴金林 却是继续对秦硕死缠烂打 哎 车谁兄弟 求求你了 你就告诉我呗 这个能放光的律 到底是咋染出来的呀 秦硕十分不耐烦地说道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不管你信不信 我真的没有染头啊 说完他直接转身走人 砰的一声 把大铁门给关上了 徐扬要目光同情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同伴 走吧 据他所知啊 金林有三大爱好 开车 喝酒 染头 开车 刚被人家用一辆自行车给虐了 染头呢 又惨遭了对方的拒绝 怎是一个惨字了得呀 金林果然是一副 深受打击的模样 看着紧闭的大铁门叹了口气 哎哟去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啊 文言徐扬扬打了个寒着 赶紧离这货远一点吧 咚咚咚 这刚回入屁股还没坐热的秦硕 听到外面传来的敲门声 忍不住骂了一句 卧槽 还没完啦 他冷着脸冲到院子里 打开了大铁门 准备把那个赖皮脸的家伙 狠狠地喷一顿 哪想到他一拉开大铁门 看到站在门外的人 当场就愣住了 不是那个金毛男了 而是一个女人 一个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 你好 我叫林赵月 女人的目光第一时间就让秦硕的头发给吸引了 忍不住又说了一句 你的头染得真好 哎呀妹子 虽然说你长得贼好看 但你也不能凭空侮辱哥的清白呀 我秦硕一生去理发店从来不染头啊 秦硕注视着站在门口这个漂亮女人 心中是念头转斗 最后吐了四个字 有何贵干啊 没错 他已经气聊了 与其没完没了的解释还不如闭嘴 啥也不说别人爱咋想咋想 反正最多一个月 等新头发长出来 他就能恢复正常了 不好意思啊 林赵月也意识到 自己第一次见面就盯着对方脑袋看 显得有点没礼貌了 其实也不能全怪他 谁让对方拥有一头漂亮的 墨绿色的 还自带闪光特效的 简直不要太吸睛的这个头发呀 连他都差点忍不住想打听一下 这颜色和效果是咋染出来的呀 林赵月歉意地笑了一下 他一双明亮的眉毛 直视着秦硕的眼睛 显得十分诚恳 秦先生 我是这次勘探行动的领队 感谢您刚才的帮忙 哦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呀 秦硕目光约过了女人 这才注意到 不远处还站着三个人 其中两位他已经见过了 还剩下那位是湖背熊腰 气质彪悍 一看就是那种特能打的猛男 收回了视线 收回了视线 秦硕忍不住又看了看眼前这位女人 那张吹弹可破的脸 眼神有些讶异 奇怪啊 这么极品的妹子 怎么会从事野外勘测工作呀 这可比老母猪上述还稀奇呀 他有一位同学 从事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 据他那位老同学所说 敢从事野外勘测的 都是真正的勇士 每日跋山涉水 风吹日晒 那都是开胃小菜 经常会遭遇到毒虫 暴雨 急温 洪水等种种意外 稍不注意就会生病受伤 甚至丢掉小命 在这种恶劣的工作环境下 身强力壮的男人都吃不消 干几年之后就得转岗 要么就跑路了 女人就更不用说了 让秦硕感到意外的是 眼前这个漂亮的女人 不仅是干这一行的 还是这只四人勘探小队的头头 有点牛逼呀 秦硕不由肃然起敬 女人继续对他说道 秦先生 我这边还有一点小忙 希望能拜托您 啊 你说吧 秦硕点点头 爷爷从小就教他 要多做好事 助人为乐 给自己多秦点阴德 你看爷爷去阴间之后 之所以能混得风生水起 只怕跟爷爷这一生行善都有关 他觉得自己也该多做一些善事 给自己秦一些阴德 林兆月指着停在不远处的一辆越野车说道 我们四人准备进山勘测 需要几天时间 这辆车可不可以停在你家门外 您给帮忙保管一段时间 啊 那小事一桩啊 你们就放心的去吧 秦硕说了一半意识到自己的话呀 有点不妥 便改口道 啊 那个 你们放心 车停这儿 我帮你们看着 林兆月深深看了一眼秦硕 说道 谢谢 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 不仅骑车技术好 还如此的热心助人 而且在此人身上 他刚才突然感受到一丝特殊的气息波动 就像是流星般 一闪而逝 无法捉摸 或许只是自己的错觉吧 林兆月冲着秦硕一点头 随后转身回到自己队伍 一挥手 行动 四个人从车上搬下一些行李 而秦硕呢 就站在自家门口 默默看着这伙人忙碌 标准的吃瓜群众一个 刚开始还是很正常的 四个人从车上拿下来的行李物品 都是一些常用的野外探险工具 像是绳索 背包 水壶 折叠帐篷等等 可渐渐的 这画风变得不正经起来 那个金毛男从车上抽出了一把双手巨剑 扛在了肩上 体型瘦小的眼镜男 则是拿着一把长弓 背后还有一个箭筒 里面插满了箭矢 那猛男兄就更离谱了 干脆从车顶上卸下了一面超级大的巨盾 至于那位长腿美女倒是两手空空 没拿出什么奇怪的道具 好家伙 你哥这玩cosplay呢 秦硕看得有点懵逼 说好的是野外勘测 怎么搞出一堆冷兵器出来 呃 是他太天真了 这伙人不仅是有冷兵器 还有热兵器 人均一把枪 看外形应该是军用步枪 火力凶猛 他甚至还看到了一丝火箭筒的玩意儿 哎呀 秦硕越看越不对劲 虽然不知道这伙人什么来历 但绝对不是什么正经的勘测人员呢 队长 那小子看咱呢 让他看吧 只要不拍照不录像就行 可他已经把手机拿出来了 林兆越只好放下手头的工作 走到秦硕面前 语气严肃的说道 秦先生 我们在执行一项特殊的勘测任务 希望你能够替我们保密 不要给我们拍照或者摄影 泄露我们的隐私 秦硕把自己手机给对方看了一下 我没拍照啊 我这用手机上网呢 不信你看看 秦硕把自己手机给对方看了一眼 林兆越目光一扫 对方没有说谎 确实 他是在用手机上网浏览网页呢 他的眼睛很尖 虽然对方只给他匆匆一瞥 他却也看到了 手机网页上显示的内容是 全国通缉犯名单 林兆越看得有点懵 虽然自己一行带有武器 看上去是不太寻常 但也不至于跟通缉犯扯上关系吧 你们先忙着吧 不给这女人纠缠她的机会 秦硕把手机往口袋里一塞 果断转身闪人 这家伙 林兆越摇摇头 感觉这小子又有点好气 又有点好笑 其他男人看到他 不是把他当成明星 就是当做什么豪门千金 而这个男人却把他当成了通缉犯 可恶啊 自己哪里长得像通缉犯了 算了 还是抓紧时间干自己正事吧 屋内秦硕抱着手机 在网上搜索了半天 把全国网上通缉犯的照片 看了一个遍 只是可惜啊 外面那四个人都不在通缉名单上 哎呀 可惜了啊 秦硕脸上露出一丝遗憾之色 三百二十万 没了 哎不对啊 是自己 匡扶正义 为民除害的计划破产了 就在秦硕黯然身伤的时候 外面传了一道响亮的声音 扯神兄弟 我们进山廊 回来请你喝酒 秦硕除气一看 只见那个四人组 正带着各种行李和武器 朝着镇子的西边而去 嗯 他们进山到底是图什么呀 秦硕目送四人走远 收回了视线 从怀里摸出一本书 哎呀 算了吧 这个古怪的四人组 爱干嘛干嘛去 只要不招惹到他 他也管不着 与其瞎操心 不如好好修炼吧 山腰处 一行四人正沿着山极线 向上攀爬 走在最前面负责开路的是金林 他不断挥舞着手中的大剑 把前面茂密的树枝杂草 都给清理掉 哎呦我去 徐扬扬 你说那入口到底在哪啊 咱都爬了这么半天的山了 金林就这么硬生生的 批出一条路来 跟在金林身后的徐扬扬 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地图 说道 快了 再往上爬一百五十米左右 应该就能到 秦先生说的那个 古栈道入口了 走在徐扬扬身后的是林兆岳 他全身上下的行李 夹起来少说也有四五十公斤 比他自己的体重都轻不了多少 换做一般人 背负着跟自己体重差不多的重物 走路都嫌吃力 何况是爬山呢 林兆岳却是局中若清 一脸悠闲的模样 走在队伍最后面的 则是鸡肉猛男白铁山 他身上的负重就更为夸张了 光是那面合金巨盾 至少就得有两百多公斤了 再加上身上其他的物品行李 负重已经超过了三百公斤 如此的情况下 他还能在陡峭的山路上 剑步如飞 简直变态啊 五分钟后 这支不同寻常的勘探小队 来到了山腰一处地势 比较平坦的地方 应该就是这里了 徐洋洋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林昭月 说道 地长 我建议分开搜索 以便尽快找到那个入口 林昭月立刻合手道 啊 行动 很快 一个隐秘的山洞 就被负责搜索西面的林昭月 给发现了 林昭月拿出对讲机 把另外三名队员给召集了过来 在他们的眼前 是一个直径约有两米的山洞 看上去不像是天然的山洞 而是被人开凿出来的 里面黑区区一片 什么也看不清 地长 这个山洞 应该就是秦先生说的 那个古战道入口了 徐洋洋一脸兴奋地说道 林昭月点点头 熟练地下令 拿出手电筒 提高警惕 咱们进洞吧 这一次换成了是白铁山打头阵 作为队伍中唯一的肉盾 面对这种前路未知的情况 他自然而是当仁不让 徐洋洋和金林走在中间 身为队长的林昭月 负责殿后 一路无惊也无险 在阴暗潮湿的山洞 走了两百多米之后 前方突然传了一丝光亮 又走了数十米 出现在四人眼前的 是一条镶嵌在悬崖峭壁上的栈道 这条隐藏在深山中的古栈道 虽然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 但依然残存着当年人工开凿的痕迹 哎呦我妈呀 这他妈太壮观了 望着眼前这条在垂直岩壁上 开凿出来的栈道 金林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 哎呦咱们这老祖宗可真厉害 在古代那种生产力的水平下 竟然能够在百米的岩壁上 开凿出这么一条栈道来 太牛逼了 徐杨阳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 面露思索之色 听秦先生说 这条栈道相传已经存在千年了 你们说 古人为何要在这种地方 不惜耗费无数的人力物力 开凿出这么一条栈道呢 还藏得如此隐秘 这完全没有道理啊 哎呀 我知道为啥 金林咧嘴一笑 肯定是某个古代大人物 为了在山里给自己建大墓啊 所以才凿了这么一条栈道来 用来运送物资呗 白铁山不屑地说道 嘿 你要盗墓小说看多了吧 徐杨阳摇摇头 不 金林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 古人为了建墓 经常会干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且除了这个解释 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啊 白铁山忍不住惊呼道 不会吧 这里还真的有什么古代大墓 金林得意地一笑 嘿嘿 我这张嘴可开过光的啊 一说就中啊 依我看 咱们这次任务 只怕是跟这条栈道和这个大墓有关系啊 你闭嘴吧 你可憋乌鸦嘴了 就是 上次咱们差点就被你这张乌鸦嘴给害死了 在白铁山和徐杨阳的声讨中 金林兴兴地闭上了嘴 三人目光看向队长林兆月 一直沉默地闭嘴眉头微皱 这条深山中的神秘古战道 真的会和此行任务有关吗 如果真的被金林说中了 那 林兆月深吸一口气 在三名队员的注视下挥手道 虽有双山道 这时间过得真快 秦朔将手中的武功秘笈放下 伸了个懒腰 这本网购的金钟铁布衫 薄薄的一本 去掉插图也没多少内容 他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就已经从头到尾的翻开了好几遍 都快倒背如流了 里面的内容也没有多深奥 十分的简单粗浅 就算是小学生也能看得懂 当然 能看懂是一回事 能不能修炼 又是另外一回事 秦朔对此没抱多大指望 毕竟啊 只是一本价值九块八的武功秘笈 还免费包邮呢 按照开篇的介绍 这本金钟铁布衫 是古代传下来的 一门修炼肉身防御的武学 最初名为铁布衫 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良 最终演变为更高级的金钟铁布衫 修炼到最高境界 发工的时候 全身绽放金光 坚硬如铁 全身上下就如同一种 固若金汤的金钟 刀枪不入 甚至能达到钢器护体的程度 连子弹都打不穿 哎呀 要不试试 秦朔目光盯着那本印刷粗糙的武功秘笈 心中有点异动 本来呀 他把这个金钟铁布衫买回来 只是想看看 从网上能买的武功秘笈 到底是个怎么个货色 他也没说是非修炼不可 毕竟改编嘛 他不是瞎编 修炼也不是乱炼 乱修炼是会出事的 哎呀 不过买都买回来了 而且也看完了 不修炼的话 不是对不起我那九块八吗 我就修炼一下 看看啥效果 如果察觉不对劲 就得立刻终止修炼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吧 秦硕打开密集 翻到第一页 上面有一张人体修炼图 第一是金刚战装 秦硕按照修炼示意图 开始摆好姿势 双脚开立 与肩同宽 双脚呈外八字站立 西微驱四座 双手提抱于胸前 手指四弯非弯 四夹非夹 身体正直 舌底上颚 全身放松 自然呼吸 全身关节成三角状弯曲 照着书上这个提示 他尝试了好几次 终于成功地摆出了标准的战装姿 然后便是一动不动 按照密集上说呀 每次站金刚装 都得持续一个小时以上 才会有效果 连续站个三年 就能站到不动如山的境界了 到那时身体就像老树根一样 下盘纹的一劈 嗯 秦硕才站了几分钟 突然感觉腹部一热 赶紧低头一看 卧槽 还真的有效果啊 他别误会 只是变得很烫而已 绝对他没有其他的任何反应 秦硕低头看看自己腹部 这一块的区域 正变得跟个火炉一样 热乎乎的 而且啊 这温度还在不断地上升中 怪了呀 按照密集所说 这一世金刚战装的修炼 明明是腿部和腰部的力量啊 可他修炼起来 其反应的却是自己的腹部 而且 这反应速度也太快了吧 不对劲 很不对劲啊 为何密集上面描述的完全不一样啊 难道 是他妈的我练差了吗 秦硕吸了口凉气 就在他打算中断修炼时 腹部的那团热气 萌得下沉 涌向他的双腿部位 双腿开始变热 而且很舒服 感觉就像是大冬天用热水泡脚一样 哎呀 秦硕舒服地滋了滋牙 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那团热气 就像一双温柔的小手一样 在他双腿部位 一上一下 来来回回的不断的运动 总之啊 爽就完事了 秦硕脸上露出一丝纠结之色 虽然这感觉很爽 但就怕爽完之后有什么问题啊 另外 他心中充满了疑惑 腹部这团热气 到底是从哪来的呀 莫非是上次服用彼岸花种子之后 还没有完全消化而遗留下来的 为何之前一直没动静 非要等到自己修炼金钟铁布山之后 才突然冒出来呀 这时 他的脑海中突然蹦出来 爷爷跟他说的话 五孙秦硕 其实你就是传说中的隐藏体质 吃了第二颗彼岸花种子之后 你终于觉醒了 现在你拥有了修仙的资质 不 修仙资质算个屁 我的乖孙拥有的可是无上的大地之资啊 没错 这些充满中二气息的话 都是爷爷亲口对他说的 秦硕听后可并没有当真 他一直觉得呀 爷爷就是为了安慰他 故意这么说的 现在回忆起来 在联系自己体内突然冒出的神秘气团 秦硕脸上也不由露出一丝震惊之色 难道说爷爷没有骗他 爷爷说的都是真的 他秦硕当真拥有传说中的隐藏体质 在平凡了多年之后 终于一朝觉醒 从废才变天才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莫其少年穷 我为天地 当真世间一切敌 等等 还有什么吹牛逼的话 哎 半晌之后 秦硕把自己胡乱飘飞的思绪 拉扯回到现实 因为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他这双腿又起了一些变化 只见他双腿上的皮肤 正从原本的白色慢慢地转变成一种淡淡的青铜色 甚至还泛着某种金属的光芒 这他妈是青铜体 看到这一幕 秦硕瞬间想起那本秘籍上面写的 习武者苦修十年可登堂入室 皮肤坚韧如铁皮 用针扎都扎不进去 修炼三十年皮肤色弱青铜 达到大成境界 青铜体 这时候已是刀枪不入了 至于最高境界金中体 非练武奇才 即便是修炼一辈子 也无法达到这等境界 不对啊 秦硕一脸懵逼啊 他这才修炼半个小时都不到 咋就青铜体了呢 人家得三十年 他只用了三十分钟就练成青铜体了 那好吧 就算他是传说中的习武天才 一千年一初的那种 但也不用天才到这种离谱的地步吧 当然了 完全体的青铜体 是身体的每个部位 都修炼到刚弱青铜的境界 身上几乎是没有任何弱点 他现在就一双腿达到了青铜境界 但即便如此也依然是过于变态了 以至于秦硕都开始自我怀疑起来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不行 咱得验证一下 自己这双腿是不是真的修炼到青铜境界了 他伸出右手 使劲掐了一下大腿 嗯 腿不疼 手疼 感觉就像是揪住了一块钢铁一样 手被震得发麻 哎呀妈呀 好硬的腿呀 秦硕惊叹了一声 不信挟着他来到厨房 又找了一把水果刀 在用水果刀割自己之前呢 他用火烤了烤 还在上面抹了点酒精消消毒 确保彻底杀军 紧接着 他又摆出金刚战装的姿势 刚才他已经试过了 自己双腿的青铜境界并不稳定 必须得保持这个姿势 才能发挥到最大效果 很快呀 原本塑回他腹部的那个气团 再次沉到他的双腿部位 紧接着 他的双腿开始 站出了一丝丝青铜的光芒 哎呀来咯 秦硕瞅准时机 一手握着水果刀 在自己大腿上 猛的一划 嘎嘎 就跟划在一面 无比坚硬的镜子上一样 水果刀在他大腿表面 咻的一下 划了过去 而他大腿上 甭说伤口了 连一根腿毛都没被砍断 随后 他用这把水果刀 在自己大腿上 反复的切割 直到水果刀彻底报废 他这腿上都没留下任何一个白印子 哎呀 这水果刀太垃圾了 完全不受力啊 要想撤出真实数据 我得动点大家伙了 秦硕丢掉已经扭曲变形的水果刀 从厨房摸出了一把砍骨刀 这把砍骨刀非常锋利 大黄前几天抓回来那头野猪 就可以证明 先用三分力去试试吧 做好准备之后 秦硕挥舞着砍骨刀 不轻不重地砍向自己大腿 砰的一下 砍骨刀直接被弹开了 他的大腿不仅毫发无伤 甚至都感觉不到一丁点的疼痛 嗯 很好很好 秦硕满意地点点头 随机一二击 猛地加大了力度 砍了一下 砍骨刀再次被摊肺 这一次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感觉 就像是被蚊子咬了一口 哎呀 既然如此 秦硕深吸一口气 准备彻底释放自己 那洪荒之力 砍砍砍 在院子里睡觉的大黄 听到屋子里传来的动静 赶紧溜进来看一下 然后大黄被震惊了 只见主人正挥舞着那把杀猪刀 疯狂地砍向自己大腿 一次又一次 大黄瞪大了眼睛 这狗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这是疯了 主人发疯了 砍 连续砍了几十下 已经砍到卷刃的砍骨刀 终于受不住了 在秦硕手里断成了两截 哎呀 这小刀不中用 大刀也没什么卵用啊 秦硕看着手里的断刀 又看了看自己 依然毫发无伤的大腿 陷入了沉思 他确定肯定 以及一定 自己的这双腿 在防御力这项指标上 已经达到了所谓的 青铜体境界 能不能挡子弹 不好说 刀枪不入 现在是当之无愧了 不过他的这双腿 可并不能一直保持 青铜体的状态 平时处于正常状态 必须在某种情况下 才能进入青铜体状态 经过前面的验证 以及合理的推测 秦硕认为 应该是与他体内的 那道神秘之气有关 每次这个神秘之气 从他腹部移动到双腿之后 他的双腿 就会开始变得坚硬起来 泛出金属光芒 达到所谓的青铜境界 一旦这个神秘之气离开 他双腿就会逐渐恢复如常 也就是说呀 他之所以三十分钟 就修炼出来一双青铜腿 跟他是不是习武天才无关 而完全是拜他体内的 神秘之气所赐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他能操控体内的 那道神秘之气 是不是意味着 他可以把身体 其他部位都变得坚硬无比呢 比如说 嘿嘿嘿 秦术脸上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 这时他突然瞧见大黄正蹲在不远处 用一种惊恐加畏惧的眼神看着他 大黄 过来过来过来 秦术面露微笑 冲着狗子招了招手 这大黄根本也不敢反抗啊 卑微的叫了一声 一脸乖巧的走到秦术跟前 然后妈溜的把狗头奉上 自己的这个主人是越来越可怕了 这狠起来连自己都要砍嘛 更可怕的是砍完后屁事都没有 他身为一只普普通通的土狗 面对如此凶残可怕的主人 还能怎么办呢 只能狗头保命了 大黄 你什么时候跑进来的 秦术伸手摸了摸大黄狗头之后 笑着说道 哎呀 不过你来得正好 我这有个小实验 需要你配合参与一下 实验 听到这俩字 大黄浑身寒毛竖起 有了种不好的预感 虽然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 但每次主人提到这俩字的时候 总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大黄非常想拒绝 但是他不敢呢 于是他只能努力地露出一副弱小可怜又无助的表情 希望主人能大发慈悲放狗一马吧 可惜的是某人完全不吃这一套啊 伸手指着自己大腿部位 说 哎 来 朝这咬 狠狠地咬 大黄呆立当场 他当狗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遇见有人主动求咬的呀 主人果然是疯得不轻呢 哎 大黄 你愣着干什么呀 快咬我 快快快 千万甭客气啊 秦硕在旁边还一个劲催促 他的腿已经刀枪不入了 现在他想进一步验证一下 自己的腿进入青铜状态之后 防御极限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是否可以抵挡得住大黄的撕咬 大黄现在的咬合力 可以说是非常的变态了 坚硬无比的野猪骨头 在他嘴里就跟薯片一样 咔吧咔吧 几下就咬得稀碎 即便是钢铁制品 也挡不住大黄的牙 嗯 在秦硕的逼迫之下 大黄只能不情愿地张开嘴 小心翼翼地朝着他右小腿部位 咬了一下 咔咔 感觉像是咬在了一块铁上 不 比铁还要硬呢 大黄嘴中上下两排尖锐无比的犬牙 抵在秦硕小腿上根本就咬不动 他那牙明明连铁都能咬穿 却咬不穿这薄薄的一层皮肤 真是啊 欺负狗啊 大黄突然有点明白了 为啥主人要拿刀砍自己 因为主人无敌了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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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